6日下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乘机抵达北京 这是近一个月来美国拜登政府高级官员第二次访问北京 6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日的访问 对耶伦这次访华 美国强调双方作为世界上两大最大经济体负责任的处理彼此关系 就关切领域直接沟通 以及共同努力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性 不过由于美方不顾承诺仍坚持对华进行遏制打压的政策 多数国际媒体和专家对耶伦此访能取得多大成果保持较低的预期 就在耶伦访华前夕 中方三日公布了对加者相关误想实施出口管制的措施 被认为是对美西方升级对中国半导体行业打压的反击 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称美方正考虑针对面向中国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实施新的限制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述决停六日表示 美方的做法不仅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 也将严重影响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利益 阻碍全球科技交流和经贸合作 终将反噬自身 多名中国学者六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 此次耶伦访华是否能达成预期的效果 取决于美方是否抱有诚意 取决于美方的实际行动 北京时间六日下午五十左右 耶伦乘机抵达北京 美联社称这是耶伦首次以美国财政部长身份访华 报道称这是拜登政府试图解冻美中关系努力的一部分 与布林肯访华一样 耶伦此次访华也是经中美双方商顶 据中国财政部网站此前的消息 经中美双方商顶耶伦于7月6日至9日访华 显然耶伦这次访华时间比较长 有四天时间是布林肯访华时间的两倍 法新社称美中双方目前都未公布耶伦在京的日程 不过美国财政部官员对法新社称 耶伦可能会与多位中国官员或前官员 就两国及全球经济等问题交换意见 报道引述学者卡特勒的话称 鉴于耶伦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压力 他在北京访问四天 这一事实凸显出美方对此访的重视 同时此访也将为可能的合作奠定基础 姗姗来迟的访问 美国政治新闻网以此来形容耶伦这次访华行程 报道称 此次访问为世界两大经济体 高级经济官员提供了一次 难得的坐在一起的机会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美中经济关系专家肯尼迪称 这次访问早该进行 三年多来 世界两大经济体 主要经济官员几乎没有相互访问 这真是太疯狂了 中美不应该形同陌路 美国财政部前高级官员索贝尔称 在小布什和奥巴马执政时期 两国财政部每个层级的官员 几乎每天都会进行接触 而现在双方的对话非常有限 这形成了鲜明对比 耶伦的访问有助于改善这种关系 并提醒双方 如果没有更多的合作 美国 中国和世界都将遭受损失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 美国研究所所长沈亚梅 6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耶伦此次访华 不是一次孤立的访问 它是中美互动中 一系列动作的其中一个环节 不到一个月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 相当于从政治外交层面 把两国的关系交往打开了一个局面 而耶伦的访华 可能从经济层面 开拓更多具体的合作领域 他说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 受到美方挑起的 一系列负面事件的影响 中美在经济等务实领域的合作有所停顿 这对双方和世界都不利 实际上中美在经济领域的合作空间非常大 中国的市场吸引力很强 与中国合作也有利于 促进美国的就业及遏制通胀 不过 由于美国政府把经济议题政治化 泛安全化 并且在高科技领域 对中国不断加强围堵打压 人为制造了经济对话的障碍 对耶伦访华国际媒体有其关注 因为中美能否至少在经济层面合作 将影响世界经济及各国的经济发展 耶伦访华中美竞争站在矛盾计划 还是管控分歧的十字路口 韩联社6日称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北京访问 财经金融等问题将是双方讨论的主要议题 耶伦曾担任美联储主席 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界最具实权的人物 德国之声称 尽管外界预计耶伦此行对中美关系难有重大突破 不过耶伦将推动双方在经济上的沟通 报道引述美国财政部官员的话称 耶伦此行强调需要于北京方面 在气候变化和战务问题等多个方面进行合作 他称中美共占全球经济产出的40% 华盛顿并不寻求两个经济体脱钩 耶伦在4月的一次演讲中说 美中两大经济体的完全脱钩 对两国将是灾难性的 也将破坏世界经济的稳定 而消息报称 耶伦此次对中国进行访问 很少有人期望访问能够取得突破 但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讨论其双方存在的众多分歧 并试图负责任的管理分歧 这一事实本身就被认为 对世界经济有积极的意义 而卫星通讯社称 中美贸易以及美国国债发行问题 是耶伦北京之行与中方会谈的主要一体 而政治技术中心专家马斯连尼科夫称 美国人最担心的是 美元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在下降 这一趋势正在加快 这让美国感到异常不安 有报道称 8月前美国还将花行1万亿美元的债券 全球金融界对此都非常敏感 环球时报记者从美国财政部网站上看到 截至当地时间7月3日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累计达创纪录的 32.32万亿美元 一个月前 美国总统拜登于6月3日签署 关于联邦政府债务上限的方案时 美国的债务还是31.4万亿美元 最新的数据意味着 美国债务在短短一个月就增加了近1万亿美元 一名中国经济分析人士对环球时报称 无论是对美国经济 美国政府还是对美元信用来说 以如此速度暴增的债务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特别是在世界去美元化趋势 越来越明显的当今 各国对美国债券的风险越来越担心 这无疑是耶伦此次来华的重要目的之一 就在耶伦访华前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 于3日发布公告 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决定自2023年8月1日起 对加合者两种关键金属实行出口管制 对于这一决定 美国政府在沉默两天后终于做出回应 美国商务部发言人虎日表示 对中方的决定美国坚决反对 他还称 美国将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协商解决这一问题 并在关键的供应链中建立弹性 与此同时 华尔街日报称 美方正考虑针对面向中国的人工智能芯片出口 实施新的限制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术决停6日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不断滥用出口管制措施 持续加强对华半导体打压遏制 人为割裂全球半导体市场 这是对全球自由贸易的破坏 是对国际经贸规则的无视 是对公平竞争原则的践踏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6日对环球时报称 中方希望此次一轮访华取得成果 希望中美经济实现互利共赢 一轮访华过程中 中美之间的合作能否实现实现多少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方的行动 如果美方继续以弥漫在经济金融等议题中的政治化和泛安全化观念 来处理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话 怎么可能会有成果呢 李海东说 从中方角度而言 实现中美务实合作存在窗口期 窗口期能否被充分利用 关键看美方能否在对华政策中抛弃偏见 抛弃谬误 采取务实理性负责任的态度 否则任何形式的窗口期都会被浪费掉 中方始终希望中美之间能够及时相向而行 只跌其问 但从美方目前的表现看 距离中方的期望还有很长距离